安佩这件事情被刺杀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敢说 但是世界上只要是坏事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 只是间接和直截 到目前为止 安佩晋山的他旁边的人我问的结果是 这个刺杀他的人到目前是可以肯定的是共产主义的崇拜者 从目前了解他的信息呢 对这个安佩晋山这个刺杀是不正常的 我们有几点可以说 日本人管理枪支几乎是世界上最严的 这个人能把这个枪做出来带到现场 然后安佩晋山在那个街口 奈良那个地方你去过奈良你就知道 很安静很安全 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奈良这个地方是很安静很美 就那个地方很文明 比京都要沿得多得多 比东京更要沿 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提前到达还有枪 还有原来自卫队成员 我认为基本不可能 基本不可能 所以说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故事的 肯定不是单一的 不是这个人所说就是恨安佩晋山 不可能 从这个人的家庭情况 从这个人的成长 包括到自卫队 包括回来 包括到跟别人去尝试做生意 包括曾经到中国旅行 到台湾 这个人的这个智商教育家庭 他做出这个事情 他一定背后有的更不一样的动机 这是肯定的 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 咱不敢说 那么咱以后再说 我也保持密切关注